凶凶烈火直冲天际 巨大爆炸声传遍好几公里外 乌克兰反攻行动再度传出重大捷报 乌军当地时间五日深夜 其中火力猛攻乌东盾内茨克州 俄军占领区 击溃一整支俄军编队 乌克兰国防部声明大赞 这场对盾内茨克州马克耶夫卡的夜袭 直接让一整支侵略者部队不复存在 然而俄国扶植的盾内茨克政府 却隐昧反攻乌军滥炸医院 住宅区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乌俄除了在前线火拼交锋 两阵营的唇枪舌战也越打越激烈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控 俄军在扎波罗热核电厂安装爆裂物 准备引爆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核灾事故 乌国外交部五日发布声明 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共同制止 当然俄军不仅不承认 还劈头大骂乌方 才是想炸毁核电厂的幕后黑手 随着乌俄战事扩大各种意想不到的事件 也层出不穷 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法庭 五日发生爆炸 造成一人死亡 但肇事的并不是俄国飞弹 而是一名被控杀害国民警卫队成员的嫌犯 据了解 嫌犯在出庭后 先是跟军警对峙 最后逃离法院不成 就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让基辅百姓的恐惧再添一笔 华语新闻谢仲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